大家好,我是强文君,欢迎收看本期的理工科处理指南 本期的主题是赖汤圆 这是我18年11的时候去成都逛吃逛吃的计划表 这个表一共囊括了超过60家的老字号和苍蝇馆子 这里边的甜品就赖汤圆、淡红糕和玫瑰冰粉三种 我在赖汤圆店里面点了他们家的小吃套餐 里面基本包括了各种小吃 汤圆只有一种黑芝麻的,没有出现配套的芝麻酱 吃起来味道嘛 并没有比我在超市买的那种素准汤圆强 目前他们的水平比赖汐心先生在的时候差远了 这不是我,而是很多成都老实客的评价 悲哀,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 赖汤圆之前出名的是四种鸡油汤圆 冰橘,玫瑰,枣泥,富有桃仁 今天已经吃不到以前的那个味道了 还有一种鸡油汤圆是广东的,不过区别就很明显 今天制作的是猪油的黑芝麻汤圆 鸡油的汤圆要等物流恢复才能做 这个是配方表,制作配方主要是凸显黑芝麻本身的香味 配方可以制作25个汤圆 现在开始实际操作 第一步把从市场买回来的生芝麻清洗干净 部分超市也有炒熟的黑芝麻销售 我今天是尽可能用原始的方法来复现比较古老的赖汤圆工艺 控干水分 放入一个容器内晾干水分,至少晾干一夜 建议这一步在购买完芝麻之后就进行 这样以后做的时候会比较省事 下面我们来制作炒面粉 这种面粉也可以用在北方的油茶上 取一个小锅加入面粉两大勺 用最小火不停的翻炒 家庭制作的面粉量比较少 因此建议可以时不时把锅子里火观察面粉的成熟度 大约两分钟左右可以观察到面粉发黄就可以了 这是炒好的面粉和新鲜面粉的颜色对比 这种炒面粉可以提味,方便芝麻馅粘合 我还尝试过用熟的黄豆粉代替 说实话我觉得比熟的面粉更香 接下来制作炒芝麻 取干燥完全的黑芝麻加入小锅中 小火加热两到三分钟 看到芝麻在锅底跳动就可以了 锅子建议用金属的,铁不锈钢都可以 有不沾涂层的锅不容易观察到芝麻跳动 做好的黑芝麻放入容器中冷却到室温 之所以要冷却再粉碎是为了保留更多芝麻的香气 芝麻内部有一些易挥发的芳香化合物 在高温下粉碎这些化合物很容易散失在空气中 放凉的芝麻加入一个保鲜袋中 排进空气把口打结 用擀面杖碾碎芝麻 相比大部分用料理机打碎的芝麻 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不会让黑芝麻下出现流心状态 但是可以很好地保存芝麻的香味 所以味道很棒 在一个杯子中称凉好猪油 用热水泡杯子让猪油融化 趁热加入白糖中搅拌融化 把芝麻、糖、猪油和熟面粉混合均匀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 揉搓成团 然后整形成厚度1.5厘米的方块 再次冷冻20分钟 切成1×1×1.5的小块 每个重量在4-5克 按照比例把糯米粉和水混合成团 揉光滑的糯米团用保鲜袋盖处防止干燥 称凉15克糯米团再掌熏滚圆 压平成圆片加入馅料 一点一点包住 用两只手滚圆 然后蘸一下糯米粉防止粘连 感觉用传统这种方向心包的不是很圆 水开后下汤圆 轻轻推一下防止粘 煮至汤圆浮起后大约3分钟煮熟细口 吃的时候搭配芝麻酱和白糖就可以了 下期制作油泼扯面 下期制作油泼扯面